今天本来有想过要请假吗 立法院窄窄一条走廊 堵了好几分钟 但无论记者怎么问 不说就是不说 先前林志仙论文抄袭争议 在台大国发所担任指导教授的 国安局局长陈明通 对立委的追问显然有备而来 陈机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但是既了解陈教授 已经以之前在律师的撇筒下 向台大社科院调查小组 做出完整的说明 林志仙硕士学位 遭中华大学和台大双双撤销后 风波看似告一段落 结果陈明通另一位得意门声 陶渊市长郑文灿也报争议 不仅抄袭率高达三成 1222处引用没标注来源 甚至被质疑找枪手带血 让论文门持续延烧 不比对不知道 一比对吓死人 郑文灿的论文抄袭率 居然是30.27% 难怪郑文灿要挺林志坚 今年九合一大选 打论文成了选战主轴 全台22县市从北到南 就有12位蓝绿白参选人 被卷入抄袭怡云 眼看选情一度遭受重创 绿营反击力道可没在手软 因为我们做过两次比对 有一次接近八成 有一次是超过八成 我们会主张我们的著作权 要求对于著作权的部分的尊重 那我们会寻求法律的处境 民进党立委持续紧咬 原本说研发成果 作为学术用途 无授权问题的资测会 现在改口有侵权疑虑 民众党新主持长参选人高鸿安 第一时间持球对决 我要强调高鸿安的博士论文 总共113页 对比高鸿安在自策会发表的 其他文章部分仅仅是6页 所谓的博士论文 引用超过八成的说法 光是用数学计算 就知道绝对不是事实 同样是炮打论文 后座力差很大 高鸿安民调反而越打越高 从快息舆情资料库的数据分析显示 最受瞩目的莫过于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以网络声量80万笔排第一 但云林县长参选人 刘建国张立善 仅仅1到2千多笔 基隆市长参选人 谢果良 蔡适应 国民党 柯志恩 林根仁 许淑华 不仅没掀起讨论热潮 对选情冲击也有限 民众的时间有限 所以他只会找最热的一些议题来关注 所以像林志坚 这个议题它超大的 所以大家都把信誓放在上面 其他就会被忽略掉 如果一个事件它大起来之后 它高峰创造出来之后 后面一样类似的东西 都不太可能会超越前者 也就是我们讲到了 叫做效应会递减 通常用这个路来打的话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 创造由这个候选人 原来所设计的人设 所定下的人设 跟论文之间的差距 而形成反动员 让原本这种所谓的中间选民 独立选民或者潜能潜力的 本来可能会动摇去投给对方的 现在不投了 但我说他对基本反而影响不大 选战专家分析 光打论文不够热 还必须多开战线 才能让火越烧越旺 像是林志坚抄袭衍生的此议题 包括总统蔡英文力挺 陈明通护航 民进党杠台大 郑文灿替林志坚背书等等 至少七条以上战线 给对手说不完的题材 而且打论文也会有反效果 像是论文风波前 高宏安的网路声量占比才四成 但爆出论文争议后 讨论度一举拉高到九成 彻底将沈蕙宏林根仁边缘化 天天吵论文选民开始感到疲乏 编辑以效益递减 期盼早日回归政策讨论 TVB新闻罗氏鹏 戴元丽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